最近有朋友询问,在浏览一些飞机数据网站时,总能看到飞机型号里除了常见的机型外,结尾还会有数字或者是字母,比如这张。 那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呢?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。 一是波音飞机里的字母代表型号和客户,例如73784P,其中的8是指800型。 波音737从一开始的737100开始发展,一直到现在的737900都有。 但数字越大并不意味着飞机越大,例如波音737500就比737400要小很多。 波音飞机4P这个位置是客户代码,也就是最早向波音公司下单的客户是谁,例如4P就是海南航空,这一设计涉及到隐私,后来停止了。 所以波音747800变成了747-8,737 MAX 8的正式写法也是737-8,把客户码都给枪毙了。 波音飞机后面还有E2是延层型的意思,还有L2是长层的缩写。 这一缩写基本只用在波音777200L2上。 此外还有WL,这是小E的意思。 波音747的型号非常丰富,带F的是原装货运型,例如747400F。 同理P是客运型,M是客货混装型,SP就是特别型,缩短了。 波音还为日本特殊改装过高密度版本,代号是D,也就是密度的意思。 波音737-200和波音727有的会带有ADV,是先进的意思,也就是升级了的型号。 还有波音737-NG里的NG,意为下一代。 这是相对于传统的737-classical而言的。 波音最新的737系列叫做MAX,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 二是空客飞机的型号数字,它并不代表客户,而是代表型号和发动机类型。 以空客A320-214为例,214里的2代表A320-200型。 这里的200也是随着发展逐渐变大,但与大小无关。 214里头的1,则代表CFM的发动机。 4,可以认为是CFM发动机的迭代。 数字越大,发动机越新型,可以直接与具体的型号对应。 再详细一点,空客公司用0代表GE,1代表CFM,2代表普惠,3代表IAE,4代表罗罗。 后来又增加了5,代表CFM的LEAP,6代表发动机联盟的GP,7代表普惠的1100G。 空客型号后面带N的,代表Neo,E为新一代产品。 A321的X代表ACF,也就是紧凑构型。 L2代表延层型。 现在,XLR推出了相应的型号叫做A321NY。 空客A350还有UAL2的型号,E为超级延层型。 这个咱们之前专门介绍过。 空客A330和A340有些型号,后面会带有X或者是HGW。 它是High Growth Weight,也就是增大了起飞总重的意思,与ACF的构型无关。 在改装货机领域,首先所有的货机都可以称为F。 所有的刻改货动作也都称为P2F。 但是建议P2F不要与添加了详细后缀的表述混用。 加在后面的详细名称,通常是代表了改装公司。 例如,BCF是波音自己改装的货机。 PCF是美国的波赛生公司的手艺。 SF应该是新科宇航的方案。 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了。 货有疏漏,欢迎朋友们补充指振。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,下期见。